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昨天发布了2015中国职工养老储备指数大中城市报告 这个报告显示出中国城镇职工目前平均下来看 你拥有的不动产是1.06套 住房作为养老储备的工具是相当必要的 但是考虑到未来住房从总体上是将功大于求 你随着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 这个住房它变现的能力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因此说住房养老这样一种功能 它只能作为一种补充 不应该被过分的夸大 同时接受访问的受访者包括一些家庭 他现在对银行储蓄还是情有独钟的 这个比例高达79.8% 这个数字也说明中国家庭的大类的资产配置 还是显得比较保守 长期来看还是有待改进 这些变得比较保守 这些变得比较保守 对比较保守